看人民的保姆闹事了 台北市长春路派出所有一名警察 他之前休假跟朋友出去吃饭 结果呢 吃完饭 喝完酒了 他看到林桌呢 有一个年轻的辣妹 他就跟人家说 哎 你长得不错哦 要不要去唱歌哦 结果呢 这个辣妹的朋友就相当的不满 然后警察讲说 我是警察 不然你要怎样 好了 这个辣妹的朋友真的很不爽了 结果找了二十几个黑衣人 拿棍棒把这个警察打的是头破血流 闹进了警察局 这个警察现在受到了处分 寄了两个过 调离警备队 爆发警民冲突的地点就是 位在吉林路上的这一家热炒店 长春路派出所休假远警张恩张 在门口与林桌酒客爆发冲突 当场被打得头破血流 那些人一直很恐怖 他说都很多人 很多人打死一个人 都是这样说的 九号晚间张姓远景与友人参序 看到林桌女子年轻貌美 趁着几分酒意上前搭讪 邀约辣妹一起去唱歌 辣妹同桌的男友见状出面制止 呛瞎我是兄弟你想怎样 张姓远景不甘示弱立刻回呛 我是警察你想怎样 还动手推了对方一把 辣妹友人不满 随即找来二十多名黑衣人 到场驻镇 石棍棒痛殴张姓远景 走出餐厅的时候 那么就被一群人 差不多一二四人给他围殴 那么赶到现场的时候 发现我们同仁已经倒地 那么这个一群人就跑掉了 张姓远景酒后失态把妹还被打伤 行为严重影响警记遭记过调职 他蛮懊悔的 那现在已经请假到南部去 回家去休养 闹示远景事后非常后悔 但酒后姿势就是不对 也对人民保姆形象造成重伤害 中文新闻临时宏 谢凯轩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